視窗廣播 讓大家Catch 好 現在是視窗廣播中 我會說問題 麻煩你提醒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那個無機器材料打開 所以我們進一步 so far 我們講義都已經看過 上次考試也考過 法規設 那我們現在打算先什麼 先建一個人機介面 讓使用者能夠在application上頭 定義universe 第一個 在universe上頭 定義法規設 因為法規設是 defined在一個universe上頭 如果沒有universe的話 那我們沒辦法再定義 那從物件導向的技術來看 我們已經會看到什麼樣的物件 假如說法規設這樣來用途 我們看到法規設 法規設是一個物件 所以我們將來寫一個法規設的類別 那它什麼東西 好幾個法規設 它們共同定義在一個universe上頭 那理論上universe 是不是應該也是一個class 好 初步設計帳號 那記得一件事情 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 其實 即使同一個設計師 這個 不會設計出相同的這種類別出來 也就是說 物件導向的設計 可能直居於某一些 個人的程式設計經驗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即使同一個人 他可能今天想一想 明天回去又改了一個設計 都有可能 所以沒有講說 某一個怎樣的物件導向設計 是絕對對或絕對錯 只要說它能適度 發揮它的功能 就是一個好的設計 好 那我們撇開這些 而後其實老師會引導大家 就是 Create 開始真的 我們進入物件導向的這些 設計的這種paradigm 然後呢 在C-Sharp流 算是近代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在物件導向的資源上 其實非常豐富 非常相見 那我們都一一會派上用場 那我們這個課程不是在講 物件導向的技術設計 因為我們現在在Lab 只是真的實作 但是在過程裡 老師也會跟大家順道提一下 物件導向設計這種paradigm 這種策略 這種理念 這種實作上的這些issue 都會談到 我們先把那個框架 準備起來好了 那其實老師也有一個示範 示範的一個介面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將來 要逐步要populate的一個人機介面 所以 你現在來的人機介面 可能都還大堆的 還有textbox對不對 還有label 因為使用者就有參數化 因為soul conveyor 就有很多的 使用者設定參數的 這種介面 那這種label textbox 其實是最low的作法 那我們原則上 希望說有一張的一個介面 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大家知道 我們faciasc有各式各樣的faciasc 對不對 我們就讓使用者 來share不同的faciasc 那使用者就在上面 添加一個faciasc 剛剛我們講過 faciasc 所以要定義faciasc 一定要有universe 所以第一件事情 希望讓使用者來設定universe 所以universe有了 然後使用者再選這個universe 再選一種faciasc 再上面定義那個faciasc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樣的 use interface 給使用者 那我們用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 這只是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chart在這個地方 來 老師上次跟他講過 chart其實有 所謂chart area 那chart area 那我們再想想看 so far大家講一看到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 將來這個一個chart 裡面的一個chart area 好像就是一個universe 對不對 一個universe定義出來 就是定義這個x軸 它叫什麼名稱啊 range在哪個地方啊 解析度如何啊 這就像universe 那我們現在可能 我想你們現在那個video 應該看到 我們將來在做一個faciasc 可能有好幾個universe 有些是input的universe 有些是output的universe 所以使用者將來 可能就要select 要定義 我可能定義一個input 是universe1 另外一個input 又是universe2 那output的可能是universe3 所以呢 這個使用者可能會定義 好幾個不同universe 然後在universe上頭 再定義它的faciasc 那faciasc 它可能是高顯 可能是取比作為 whatever都有可能 好 所以最後的case是這樣 那我們當使用者 就提供這個介面 比如說new universe new universe 那universe就記錄在左邊 你看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我們會開始接觸到 叫tree view tree view 的東西 一層一層 universe1 universe2 universe3 然後universe上頭 只要上面有定義的faciasc 那我們就伯列在下一層 歸屬於universe上頭 那這個hierarchical的結構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人際介面是help us 了解現在目前使用者 如果說他要create 他要定義一個faciasc system 到底目前有幾個universe universe上頭有定義幾個faciasc 然後這裡頭都是一個物件 所以將來物件導向 universe就是一個物件 faciasc也是一個物件 然後graphics display universe會佔據一個chart area 一個faciasc 就是在這個chart area上頭 show一個曲線的 show一個serial 那另外呢 我們以前在設計介面的時候 是不是人際介面裡有很多 這種所謂property的setting property的setting 非常方便 那我們今天要進一步 要把 例子你現在看到什麼 像這些faciasc裡面 是不是有參數 我們參數 原則上 讓使用者能夠改變 使用者想修改它 那我希望有互動的機能讓它修改 所以如果說這些所謂參數化 這些faciasc的參數 我們讓它變成所謂屬性化 property化 那你看有這種控制 叫property化 可以讓使用者來設定它 舉一個例子 你要看到這個人介面裡的秀什麼 現在使用者選了一個universe tool universe universe universe有哪個屬性 右邊有屬性 有一個increment 0.1 lowerbound 還有一個title 那使用者是不是可以 透過這個人介面可以隨意 輕易的在這邊update這些資料 那使用者就看到它的結果 appear在這個chart的上頭 所以我們希望說有這個豐富的人介面 另外呢 使用者呢 你可能在人介面提供了 譬如說三四種以上的faciasc 可以讓使用者選擇 那我們希望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這種 所謂下拉式選單來選它 按一個按鈕 選一個universe 選一個type faciasc 然後按一個按鈕 就進來了 這塊就進來了 然後呢 這邊就秀出那個曲線出來 好 這就是需要高度互動介面的需求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物線導向的這種程式 好 所以goal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移步步來 我們先把那個assignment的框架弄出來 好 那我們新增 好 那我盡量可以mine 你們可以follow 盡量能夠在這邊就完成了 好 所以我們其實是那個 R 08 546 0.0 好 你的名字 那是assignment 03 好 那 cheat 那是在desktop 好 那當那邊文章4.6 其實體調應該就可以 好 確定他是c-sharp nexttop vimform 好 一切都選擇好 OK 確定 好 那開始來 老師的主題要求 我們真的是很serious 在開關application 不要留到form1 class1 那bottom1 這個名字是他的地方 我們比較serious 所以就在這兩層一個習慣 好 好 那第一個 mainform 對不對 所以他叫form1 好 那我們其實是透過改檔名 再壓一次 選這個form1 好 再壓一次 它highline的檔名 讓我們改成叫mainform 好了 那我講過 剩下你要改 不要留一個form1 那地方 老師以後再看到 見面form1 可能就會給你加一個助記 就是 poor 這個naming 名稱啊 title就是非常poor naming 好 那so far呢 你馬上去run它 馬上可以執行 可以理解 層次的觀在這樣 那對於物件打像層次或c-sharp 不熟的東西 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老師上次以前 帶大家勾訴過一次 這背後的機制要理解 萬一中途做了什麼問題 你能夠自救 所以很多屬性是在form1 這個物件上 都希望放在中間 一開始放到最大 然後那個控制項 它有那個parent 跟那個children之間的 關聯關係 Anker SERT 善用所有的空間 好 那個不是主題 不過來 我們今天想說 我開始設計物件導像 的那個程式 好 我們開始設計什麼 設計個universe類別 universe類 好 那所以從專案開始 一點一滴的 設計這些零件 將來兜起來 所以在這個project裡 我們開始添加 添加一堆東西 加入 類別 注意喔 從這邊類開始 加入類別 那by default呢 它又叫class1 所以convention 裡面那個 一個sheesharp Visual Student 一個類別 它可以包在一個檔案裡面 所以by default 它已經知道 你要添加一個類別 所以highline的這個 新增項目的這個類別的icon 那名字叫class1 no 不是帳號 我們通常叫universe 好了 universe OK universe 好 那空空如也 對不對 所以 Visual Studio 它就好吧 依照你的專案 好 用你的專案名聲 作為那個 包含的那個 namespace 好 class就是universe 好 那universe 你想想說 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那個 軸嘛 universe 可能是有一個下線跟上線 對不對 minimal跟那個maximal 然後universe 將來可能是 譬如說 那個 那個 將來發電影響 sysystem 用它 可能使用者會改變名字 那可能叫temperature 的universe 溫度啊 或是壓力啊 或者是說 油幾度啊 髒污度啊 使用者可能有名字 所以我們就想說 它的data OK 從data角度來看 這叫data data呢 大概就是strim啊 title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 因為它是 我們一般 在探討 這個universe通常是 continuous real number 好吧 我們就用double 好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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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概這樣 多棒 多棒 這最重要對不對 那再來呢 可能喔 我們現在就規劃說 我在這個universe上角 譬如說這個假如溫度 那有溫度高 溫度低 溫度中等 那溫度呢 將來要秀那個 秀那個發電影響在上頭 然後發電影響出來 就是一條曲線的 那曲線的解析度 我們是想說 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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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就想說 好吧 那應該就是int 我們叫resolution resolution 解析度 比如說假如 如果棒是0 阿波棒是10 resolution 也就是100 100 那使用者將來就知道 欸 準備100個定 那個任何一個 或者是定義上面總共100個定 所以這叫解析度 解析度比較精細 比較大 對 那個刻畫比較精細的話 就是 曲線看起來就比較smooth 會這樣子 想想大概是這樣 好吧 那我設計一個universe 叫這樣對不對 data 那再來是 function 這個名稱有很多東西 那微軟稱為叫math 它叫math 這微軟的數字叫math 那中文可能叫函數 那一般我們要區別數學的函數 就是稱呼叫韓式 或者這樣不區別也可以 反正就是function 那function裡面 第一個中文就是 我們講過 建構韓式 你有沒有要求怎樣 建構韓式要求怎樣 那我們比如說 將來 如果說我人際界面 想說這樣 人際界面 設計師 使用者 使用者就隨便壓了 我也不要要求使用者 我不需要準備什麼 那個textbox 加一個label 說叫title 那還有minima 後面弄一大堆的幫 以前我們的作法大概這樣 機械上 我在人際界面上 就準備一個textbox 好幾個textbox 那使用者就 後面在textbox 速度接觸 按一個按鈕 就產生一個universe 好嗎 很辛苦 因為 舉一個例子 假如說你今天要讓使用者 這些東西都要完備對不對 title要有 lowbound upbound result 那你就要準備 1 4個textbox 在這個地方 4個label 加上這個按鈕 很累啊 那麼是不是一個比較精簡的 你說啊 你那個健康函字 就不需要任何東西嗎 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我們就產生一個空空如也的東西 初始化的東西 好 那意思是說 今天假如要寫健康函字 那什麼叫健康函字 健康函字就是 不需要任何東西 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意思是 基本上 今天還是要讓大家用 我們稱為叫public 我們去叫public 名稱一模一樣 universe 然後呢 再來想說 要不要使用者 提供一些參數給我 我們以前的方式 方式可以做一下 我們假如正常 這樣的話 就使用者要提供一個stream min t 什麼double bou blu min double max 那那個ind ries 好 那一一的把它貼 三道title min 那個minima low bound maxima upper bound ries 以前是做法這樣 可以 好 我幫你留在那個地方 我幫你留在這個地方 我沒有做任何東西 所以正常的做法 你的做法大概這樣 title t min 不是 low bound low bound min 好 一些本展的做法 那可是這樣的話 你看 當你也見過韓式這樣的話 使用者是不是就要 先收集到 那個 程式 你假如要產生一個universe 是不是就要先收集到這個東西 那就算我講 人間我就會很麻煩 那你會比較簡單 就是好吧 好 你有沒有見過韓式 注意看 剛才老師這個見過韓式 我自己打的對不對 名稱一模一樣 那這就是合法的 你如果說在那寫一個void 所以return沒有 然後你就出來了 那個 透過不就steer的這些環境 邊寫進去 他其實跟你講 紅色麻煩知道這邊有錯問題 他說universe成員名稱 不可能 你取那個formulation名稱相同 他說 他以為你這個是一般的函數 因為這是看起來有return type 這是一般的函數 一般的函數 就不能跟類別名稱一模一樣 好那事實上我寫建過他 也就是說建過他自己規定 你看那個 就是這個 接下來的這個 原貨就不能return那個東西 這叫建過韓式 那建過韓式 跟函數一樣 就可以 所謂overloaded 有個字也叫overload 就是overload function overload consultant 沒錯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韓式 除了這個之後 我是不是還可以請他 不同的建過韓式 可以啊沒問題啊 好那這樣我做好 注意看 我在準備 我打算準備 寫另外一個建過韓式 那Beauty Studio非常方便 他就是非常 就是讓你慘得非常高 你如果說打一個關鍵字 叫做CT 我打完了齁 我打完CT 他已經highline齁 就是intelligence也非常聰明 他知道你可能要 呼和他的那個 暗碼齁 一個那個key word叫CTOA 好 但暗碼的時候 他其實意味什麼 意思就是說 那個intelligence知道你要幹什麼 其實你要建過一個建過韓式 所以建過韓式的暗碼叫CTOA 那時候啊 Constructor 對啦 Constructor的簡稱 這時候呢 Internet已經highline他 這時候你按的 Tab 鍵 兩次 試試看喔 Tab 鍵兩次 沒什麼齁 Visual Studio 幫你準備這個框架 這個韓式的框架 這個又是一個建過韓式 所以這個建過韓式 Universe 不需要啦 你不需要給我任何東西啦 不需要給我 那我就怎麼辦 我來做初始化 TITLE F1 NV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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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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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环境裡頭 你看,這邊有零個參考 也就是說,你定義的函式 目前的程式沒有用到它 也讓你搜尋,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零個參考 所以這邊有零個參考 大概沒有用它 好,做完了 做完了,玩玩看嘛 一步一步大家學習 現在單單寫了,是在寫了一點 這個零件準備好了 我們就來準備用它 好,OK 那我們開始佈置我們的主題目 主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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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準備 好不好 老實說看到這個細明理 我是想要給它一下 細明理就看起來非常單高 我們要至少改一下 先配好了 看起來是比較四平八五一點 那你看到我改這個字體之後 視窗大小是不是會突然不同 沒錯,因為 它其實by default 如果這個form 它其實是depend on你的那個 有autosize depend on你的 選擇font autosize 好,不要bottom1 不要給bottom1 養成考的習慣 那你有你自己的convention 這個convention是BTN開頭 create univese universe 好,那face的那個text new univese new universe 好,那正常程度怎麼講 以前我們學過 上一個上一個學過 你今天按鈕 new一個function new一個什麼東西 大大潛的說 來這邊準備一個obj 對不起,快壓兩支 記得 快壓兩支 快壓兩支 那就定用了你的rot 那你要怎麼樣 回覆它 來到這邊 選這個 封霧鍵 閃電視窗 因為快壓兩支 它就把你定用這個rot 按右鍵 重設清除掉 save 然後再回來 摸摸的地方 ok 看起來是ok 好 以前我們做法說 那進來我準備 universe已經可以用了 比如說 universe開始掉出來 univ 就像你的方式 原來univ 你看已經裝到了 你剛才自己定義的一個例子 明明是univ 已經出了 我就用u1 好吧 就這樣 就開始準備 過往做 是這樣 過往做 好像這個地方 好 我們subscribe它的 那個quick影片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地方 在這地方寫quick 或者說直接快壓兩支 也可以啦 因為by default 現在是high nice quick 所以在這邊快壓兩支也可以 它就幫你做完 好 好 那你看喔 因為這個韓式非常特殊對不對 這個韓式定用一個事情出來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個參考 那上次 剛剛老師想問 你要很緊張就把它delate它 就完蛋 因為有人用到它 你把delate它之後成績有沒有辦法 我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說我把它comment掉 好 成績你要再縮縫出來就掛了 縮不出來 好 有這種問題 就是因為 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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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這樣刪除掉 所以呢 假設這樣的話 我把它resume 好 八人在這地方 所以我們created universe 好 那過往做法怎麼樣 就U1 U1 然後呢 等於 Nume出來 因為物件的東西都是所謂 參考行為 Nume出來 好 Internet的時候 打完Nume 共一個Internet就知道 左邊U1 它知道U1是Universe 對不對 它就調出Universe 你寫的類別 這是你寫的 那其實是Involve 它見過還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我打左小括號 你看喔 我們剛才設計類別什麼東西 我寫了兩個contractor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也秀出來 1 slash2 兩個 兩個烏叫法 你可以產生這U1物件 兩種烏叫法 第一個是這個Universe 那你按上下鍵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就要 準備一個資料給他 準備命給他 準備一個Massment 準備一個Recement給他 那怎麼來 以前過往的做法 說 在這邊 準備四個 在這上頭 拿四個Test Bar 四個Level 使用者打完 按壓 一切OK 好吧 太麻煩了 那我們今天怎麼做法 我們今天回到這個地方 我就呼叫這個就好了 我就呼叫這個就好了 別忘了 呼叫這個東西 先將來程序會跑到那邊 結果來到這裡 是不是 Title叫Universe 1 Lowbound Ubbbound Rose Reign 這邊就準備好 注意力力過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 我們試試看吧 這部分 後面了解一下 這個整個程式運作 好 好 程式的執行在這邊 Krigan這個Universe 來到這邊 你看 我應該一行 執行給大家看 我們先停在Mainphone 這個地方 Krig事件這個地方 好 按鈕一壓 準備執行這個 Event handling function 一萬 一萬 Mainphone裡面有一個 無萬物件 注意看一下 Debug裡 很多information 我們要講 你現在 停在這個層次裡面 是這個function在執行 這個function裡面 有一個叫區域變數 就是目前這個function 區域變數 sender 1 sender 1 sender 跟1 那外面有一個this 什麼意思 這些函式 這個函式 是不是屬於這個類別裡面的 那這個函式 沒有加static 那個 是屬於這個類別 所institution下來的物件 所以這個物件呢 目前的物件 就是叫list 所以這個物件 就是list 就是這個form 這個form裡面的東西 那你展開了form 很多的屬性 跟property 因為你是材質 這個form Mainphone是繼承這個form 所以一大堆東西 一大堆東西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U1 看一下我們有一個U1 是我們寫的成員data 它是data 有一個U1 data東西叫藍色的方塊 板手是property property跟data的差別在哪邊 非常像data 通常跟data有關 估值裡頭是function 聽清楚 板手是像property property看起來像data 但是跟data息息相關 但是真正不是data 真正估值裡頭它是函數 聽清楚 等一下我們就開始試著 進我們的property 好 那所以確實有U1 所以U1是num 沒錯 所以除作過程裡頭 除作過程裡頭 你常常看區域變數 還要看那個 區域變數裡有一個list 因為任何函數呢 一定是屬於一個物件的 那這個物件 有哪些Data 要放在list裡面 所以目前是這樣 那剛才sender到底有什麼東西 sender到底是什麼 sender就是你那顆按鈕 按鈕那個物件 壓得 觸發著這個世界 所以sender展開來看一下 它的text是不是叫new universe 骨子裡頭就是那顆按鈕 sender就是那顆按鈕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這些 有些那個美感 那1呢 因為一個事件 通常主角是誰觸發 哪一個物件觸發 它會透過sender丟給你 那你去檢查它 看你有沒有額外用途 那那個事件 相關的Data 放在一個叫event argument裡面 很多有用的東西 藏在1裡面 那說話我們沒有用到它 我們只是展現我們的邏輯而已 所以游標這行 還沒執行 游標移到U1這個地方 num 看到num 它代表是參考行別 同學有C C-POWER的經驗 骨子裡頭物件的變數 骨子裡頭 它其實就是C的function 它就是所謂C的pointer C不是C-POWER的pointer 骨子裡頭是pointer 裡面只存放記憶體的起始位置 new new的時候 程式執行到new的時候 電腦會在記憶體裡有看那個堆積 那個就是記憶體 叫堆積 堆積裡面看到一個空的地方 開整塊連續的記憶體 那它會查看 你universe到底需要幾個data 幾個byte的資料 整個就開出來 開出來之後 起始位置才給你 這時候U1才會有值 所以這樣要執行 所以我們準備執行right hand side 我按F11的鍵 你要自己體驗過 按F11的鍵 準備要new一個物件 所以進入到這個universe物件裡的data TITLE已經有了 TITLE已經開記憶體出來 目前是num String是num low bound double 0 double bound double 0 basselium double 0 所以這些東西沒有出實化 沒有出實化 所以這個東西都已經 記憶體開好給你了 接著呢 invoke來一個constracter 你是invoke這個constracter 不是這個constracter 就來這個constracter 要進行要執行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內定之類 universe1在這個地方 外面呢 TITLE目前是num 好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在C-sharp裡頭 非常好用的都叫String C沒有 C沒有自竄 C就是CHAR陣列 poyntor什麼叫poyntor 非常麻煩 但是呢 C-sharp就是非常friendly 就是有一個叫Stringer type 那Stringer type 因為這個變數 不能把它當成一般變數 你看這個變數 假如要放著ntu 放三個而已 下次要改成ntume 或是ntuie 七八個 就塞不進去對不對 所以Stringer這個東西 它一定是run 直行 run time的時候 直行的時候 換句說universe universe universe外行 123456789 9個 好 它就真的到HEAP裡面 開一個9個的 那個資源的基底給你 那其實會只交給你 TITLE才看到的 所以其實智商用得很快樂 很高興 但是它其實非常coast 非常coastly 非常那個 非常耗費7B的資源 不過不要緊 左邊左邊有上來 好 我上過去了 TITLE 所以TITLE TITLE怎麼樣去看到TITLE的內容 不是看TITLE的記憶體內容 TITLE的記憶體內容 只是起始位置而已 當作起始位置而已 才看到第一個N 看到EU 看到N 看到IV數 就看到它 所以問題是這樣 Rawbomb等於0 Rawbomb10 Resolution 本來是0 100 一些都ok了 好 我們讓它走過 好 那我要幹嘛 你說喔 它才是放到這個地方 因為將來我們還會用到它 將來我們還會 我們這個Mainform裡頭 將來EU1還會用到它 那你說 欸老師 那我將來我這邊 開了好幾個EU1 YouTube 一大堆 那我這個一個不夠 我一個變數EU1不夠 是不是還要EU1 YouTube 再放到那個地方 其實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 我們就把EU1變成區變數 這個是成員變數 如果說我們要搬到這個地方來 當下我有區變數EU1 NiU出來 EU1存 EU1這個韓式執行的時候 EU1是存在的 這個基體 大概四個半是存在的 但我們說EU1就不見了 好 那不要緊 我們要借助什麼 我們要借助人機界面 把現在使用者 NiU出來的Universe 收藏在一起 收藏在哪邊 收藏在哪邊 收藏在這個清單裡面 收藏在這個清單裡面 注意看喔 這個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 這個叫Tribute 好 那我們一步步來 好 所以我現在想像中 來玩第一個 好吧 沒辦法 因為 還好 VJS學生也都失敗過 我希望說 因為你們自己 VJS來修的 真的要自己做 不要再去拿學長的東西 因為每一年 每一年 老師講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我其實可以看出 你們是拿學長學姐 來刮帶 所以不要這樣 絕對不要這樣 因為老師會要求你們簽 簽一些 簽一些 怎麼講 就是榮運 那個 好吧 我們最後一個來 趁這機會 提升你這些 Tribute 它叫Tribute Tribute的東西其實也複雜 好 叫Tribute 好 也一樣 那叫Tribute1 Tribute2 又一大堆東西可以都要加 這樣 屬性 改一下名字 將來層次要用到它 好 好 那我的可能性 TRV 叫Tribute 這個是那個 Universe 其實不只是 Universe 不過主要是跟Universe 相關 因為Universe裡面 主要是 要腳 然後呢 再來裡面 就是 發跡式定義在上頭 就是一定在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Tribute呢 或者大家看過 那個某些應用成品 也看到它 那它的概念 我稍微看到它的概念 它是不是一層一層下來 你看喔 這是第一層 Universe1 Universe2 Universe3 是第一層 應該叫D0層 因為C都是同屏概念 那再來下一層 高顯是發跡式 下一層 那再來我們就沒有 我們不允許在什麼 高顯下面下一層 因為我們高顯就是 我們只秀那個 Universe跟那個高顯而已 將來在D後面 後面我們會再提升一層 因為 再來還會區分 Input the Universe Output the Universe 才會區分出來 將來我們會做 那個Finding Influence System 所以準備放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它有層次架構 有層次架構 我們看一下 先閱讀一下這個屬性 這個架構的屬性 好 你看到它第一層 那個架構是最重要對不對 所以它有什麼東西 看一下 這種屬性 給它讀讀看 你看那個集合的東西 就很有興趣 就看一下 它叫Nodes 好 我們試著玩玩看 第一個 這些人質界面 DES呢? 不會燙 不會影響 你看 我加一個個目錄 加一個 Node 0 再加一個 Node 0 再加一個 我加了三個 再加了三個 Node 0 Node 1 Node 2 對不對 再進去看看 從這個進來 從這個區域 那這個地方 它也有屬性 看一下 我們講Node 0 Node 0 這邊有屬性 ABCD排序 好 那這邊呢 你看到 那個Node 0 看一下 沒有在右邊這邊 這個地方 在右下方這邊 這是根目錄 加入 點點其中一個 我這邊 那個Node 0 加入紫系 下一層 再加入紫系 你注意看 這個加了 我們人機面類似 這個叫我highline 這個叫我highline 我加入紫系 另外一個叫加入根目錄 我這個highline 如果說我在這邊 加入根目錄 Node 4 對不對 如果說我highline這個家伙 Node 3 我加入紫系 下一層 我highline這一層 我加入根目錄 根目錄是最上層 所以沒辦法 所以根目錄是最上層 跟Node 6 最上層 如果說我這個Node 3 還在加一個子女 你看 我就點這個家伙 加入紫系 好 我現在是父親 這都兒子對不對 好 這兒子 我選其中一個兒子 再加進去 紫系就是孫子 好 他的結構是這樣 好 那層次外子 等一下我們要 我們要一步步再下去 所以他有這樣一個特定 是這樣 好我們加完之後 我把它確定起來 好你看 這樣你這邊 我們層次馬上執行看看 層次執行的結果 你會看到他其實就有 hierarch一個在那地方 哦 展開Node 1 展開 Node 3 再展開 Node 7 再展開 嘿 就這樣 那還好 我們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希望只是透過這區域 可以知道是有第一層的 so far 我們叫做Universe 那將來Universe 那下面呢 就是 就是那個 Universe 下面那個就是收錄他的那個 Fudgy Set 想法是這樣 好 嗯 清除掉 不要講完完完之後 回頭來對不對 D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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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最常Delet到後面 子孫子子孫子就完全被清除掉了 就在這邊 好 所以層次外子這樣 好 好 那我們就來 層次外子 我要調出這個東西 它的一個什麼屬性 它的Nodes 對不對 概念 層次概念都是 它有一個重要層次 這個Tribute重要層次叫Nodes 我們正在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們把它加完 它有一個叫做 對不起 Tribute在這個地方 它的重要層次叫Nodes 這個飢餓 好 所以我們再把 摸一下這個層次 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做Universe弄完了 接著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叫Tribute出來啊 因為每次增加一個 TR 我就馬上調到 TRV Universe 好 點下去 它的層次叫Nodes 你看到 集合的東西 只要寫一個G的東西 哪沒有G的東西 Chart 給你們是不是Chart Area 是不是G的 C的是不是G 一定有一個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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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dd 你就跟它屬性一樣的東西 那add 我們就要add什麼東西 你看 一個字算給我 或者是一個tree node 好 我們就了解 這個tree view裡面 每一個東西叫tree node 叫tree node 所以我們最好準備一個tree node 給它 那tree node 加進去就加進去了 那 有幾種加法 七種加法 你看有七種加法 第一個呢 純粹說 你知道一個字窗 我就給你加進去 看起來不錯喔 另外一個是叫那個 node 另外一個是key 還有一個text 有不同的作法 那我現在比較肯爭 就是我希望有一個叫tree node 好 那tree node不是你寫的對不對 不要解嘛 我們當下 所以new1之後 我們就寫一個tree node T-R-E-E 好 tree node intel就是intel intel就是intel 那我們就叫node 注意喔 U1區域變數 node都都區域變數 當下喔 當下 這個變數是存在的 韓式基金完之後 變數就不存在 但是右邊new的東西 很有很存在那個地方 記得是有存在 node呢 我就new出來 好 new出來之後呢 我們將來準備 把這個node 添加進去 概念是這樣 準備進去 可是那你說 這個node 我要跟這個node 綁在一起啊 那n1 什麼東西 n1 怎麼跟n1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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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就new出來 點下去看看 它什麼屬性 有一個屬性 叫TAG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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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type 你會看到很多人氣界面 都藏著一道TAG 它的概念是說 你的人氣界面可能 直律於你的程式運作裡頭 可能跟某個物件 其實相關 我可以幫你記錄起來 幫你最後拷貝在這個地方 拷貝沒有代表資料拷貝 我只拷貝那個記憶體的位置 只拷貝那個參照而已 所以將來你可以透過 這個藏在這邊的TAG 再擷取到 它本身的物件 剛剛我講過 new出來的物件 存在記憶體裡面 只是它的起始位置 目前是收錄在u1 收錄在node裡面 這個起始的位置 這個物件 物件在右邊 它的起始位置 收錄在u1 這個物件收錄在node 將來這個程式執行完 說u1node就不見了 可是呢 物件還是存在了 如果說我們把u1 cpy到別的地方去 把aNode cpy到別的地方去 那個東西還是存在 我們還是可以拿到它 所以概念是這樣 所以這個node node的TAG 我們準備藏什麼 TAG 準備u1藏一份在 u1藏一份在那個地方 u1 準備藏它TAG在那個地方 那在node還有什麼東西 node還有一個叫title 它叫text 它叫text 它叫text的東西 我沒有準備用u1.title 哇 抓不到對不對 你說 u1有我寫的啊 universe在這邊 我有一個title啊 那我只是想讓它秀出來 我只是想讓它在這邊秀出來 就秀出它的title出來 但是現在怎麼辦 現在拍誰啊 你的u1 u1沒有 你看喔 在曾經這個地方 u1點下去喔 Intent會告訴你 u1已經有出來 universe universe 點下去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啊 沒有半個東西可以用啊 那你說 老師我唷 我universe裡面有四個data 為什麼我沒辦法用 好 告訴大家 by default by default 你寫一個類別 設了data by default 它的概念是 p-r-i-v-a-t-e 有一個accessibility 的keyword 你沒有看到它 但是是內定 內定是私密的 為什麼要是私密 私密就是說別人看不到它 你說 那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改成public 有 就說這個 這叫accessibility 有一個叫public 那我改成public的時候 你再給它看一下 來到這裡喔 當我一個data u1 u1下去 點下去你看 哇看到了 藍色的剛剛講話 藍色是data對不對 為什麼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 意味著是 你可以access 你可以拿資料 可以看到 u1的title字 拿出來 意味著你也可以改它 你也可以改這個title 這個accessibility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好了 title 1的title 所以你看 我u1new出來了 然後anode new出來了 我把u1長一會 在tag的地方 然後把u1的title 射給他的text 讓我們玩玩看 整個手法 那最後呢 把這個node加進來 我們確認它ok 所以我們再下課 好 那 new universe出來 好 control的喔 剛才還是control的 一行要執行 所以control的出指都有 title叫做universe1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所以右邊執行完 右邊執行完 由它移進來 u1看看 u1再也不是none u1你看到 oh low bound resolution title 好 anode目前也是空的 new一個anode出來 anode就是空的 tags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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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tags 最開始tags是none 好 我把u1的參照 u1其實位置 就是拷貝會放到tag裡面 藏起來 接著喔 它的tag是空的 對不對 1的title 拿到囉 右邊的title universe1 好 二三過來 好 所以anode準備好 new出來 屬性設喊 準備 添加到這個node的陣列裡面去 tribute node的陣列裡面 好 我們執行看 universe1 好 屬性可以run 我再壓一次會怎麼樣 好 我把barrpoint拿掉 universe1 再壓一個 再壓一個 好 OK 收放到這邊 休息之後 等一下再回來 確認一下你 這OK 那當然這當然不是我們要 我們要停掉 好 所以so far 我們寫了一個universe的類別 人際界面配合它 有個tribute 兩項在同時在進行 好 你休息再回來 好 那這個title wise 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universe1 就是不上到 所以我希望弄它 能夠變動一下 那什麼變動呢 我們需要一個流水號 那流水號 我們就把它定義在什麼 我們這叫做 class scope class scope scope 的這個data 那沒有特別聲明 下面的data就是屬於物件 一個universe 一定有一個title 一定有一個low bound up bound 跟resolution 那class scope 我們就把它寫成 那個static int co-unt counter 那counter呢 從e開始 先出實話 這個告訴大家 有沒有加static 沒有加static 代表dynamic 但是沒有dynamic 這個keyword 就不加就是dynamic 什麼叫dynamic 別忘了 那個物件 是層次run run run 到中途會的 才開出來 所以那個叫dynamic 所以這個物件 都是dynamic 跟adlocate出來的 那static 相對就是靜態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你層次一開始執行 它就準備好了 所以這static 是屬於class scope 任何一個物件 都可以看到它 所有 不管你有多少的物件 就只有一份 只有一份counter 所以counter 是universe 類別的資料 不是屬於物件的資料 那 但是物件產生的 因為都從所有的家族 都可以看到到counter 都可以使用它 都可以assess它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universe 好 這個地方呢 用sweet string 或者叫做 我made it a string 大附上加進去 我的title也是變成這樣 universe 這個counter 然後呢 c-sharp c相關也都可以有這種 運算師 就是說 先運算 先拿counter出來運算 運算完之後 看你演出之後再加加 再把它更新 就往下加一個 因為它是IND 所以它就這樣 好 那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類別 universe 你可以state一個counter 就是技術 總共你另外多少個 應該是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 好 那我們看看 所以這樣之後呢 我們程式 人機界面應該是可以 壓下去 counter1 counter2 好吧 看起來比較正經一點 counter3 counter4 counter5 universe5 可以這樣留著它就跑了 好 然後呢 你說 你的建構環式是空的 可是使用者呢 將來他們是不是 是隨時他想要變更啊 你當然不用準備四個label 四個textbox 可是 我用初子之後 就是不是這樣嘛 我名字也不曉得 為什麼我叫temperature 叫pressure 那總是要讓我改嘛 好 那怎麼改這樣 我們以前過往的做法 就是說要改的話也很麻煩 朱死的時候就把它設好 對不對 但是要改的話就很辛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東西 怎麼用一個東西 這東西呢 再看一下 在Property Grid 那個tourbar這邊 有一個叫做 Property Grid Property Grid 看到 一根板手 誒 似乘相似 沒錯 這不是就覺得它一個板手就叫那個 Property Grid 它不是跟這個屬性看起來很像嗎 好 注意看 這Property Grid 白天我叫Property Grid 那我們還是要改一下名字 不要一開始說 Property Grid 這原則上可以好幾個對不對 PBG 或是 好吧 PBG 我叫PBG 那上面叫做 Selected Object 不要好了 叫做 Target好了 PBG TARGET Target 點選中的 誒 那有趣喔 看起來很有趣對不對 這個跟那個屬性長得很像 然後它本身 本身又有屬性 你看點一下 PBG Target 好 我們先來試一個 有一個重要屬性 將來寫成時間用到它 這個PBG 這個 Property Grid 裡面 有一個屬性叫做 Selected Object 這是個地方 Selected 目前是空的 所以沒修到什麼東西做 你看 城市執行的時候 如果說我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把它選定一個傢伙 用選單來選 右邊來選單來選 這些東西 只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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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些都是物件 對不對 Button也是物件 Memore也是物件 PBG也是物件 然後TRV Uniways也是物件 這些都是物件 然後點選什麼 Button 點下Button Button Creative Creative Universe 那 你看我點這個Button 屬性是不是修到這個地方 那屬性也在這裡 屬性也在這裡 不信 我們等一下 中程式看看 所以這裡頭 目前這個Property Grid 秀是誰的屬性 Button 的屬性 綁子 所以怎麼樣 把這個Property 秀誰的Property 就是透過 設這個Property 這個Sendrated object 目前選的是Button 原來 那我玩玩玩看 城市執行看看 所以在Rawntime裡面 這人性界面 一大多對不對 玩玩玩看 我們看一下 back color controlled color 是不是跟你在設計一樣 可是我現在屬性在Raw 改一下 馬上改囉 所以這個Property Grid 可以先來防止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Property 可以透過我這個地方 即時的使用者 跟使用者 Internet 即時的修改 即時的呈現出來 你看 我在這邊 就在音樂位置 打中文 使用者在互動 在跟城市互動 但是在控制到什麼 控制到你看 城市性的Universe 這個按鈕1R還是WALK 正常 因為 事件正常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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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趣的地方再來 Property 如果說那些Property 能夠秀出來 使用者就可以透過 你可以這樣聯想 剛才那個Universe 我們是不是秀在這個地方 把四個這些屬性 都挪列在這個地方 使用者一改吧 這樣就更新了 我們希望這樣 所以就進一步 進一步 再進入一個屬性的這個世代 回個頭來 回個頭來 我們回答 到底屬性要幹什麼 屬性 屬性 是C-Sharp特有的 跟VP特有的 在C-C-Plus-Write 沒有屬性 我們再回來看Universe 看一下 Universe裡面 類別我們自己寫 Upwire 或是Data 這個Data 跟Function 現在回顧回來 我們思考 這些Data 使用者要修改它 好 那你說使用者修改它 好吧 我就給你個Public 那Public 給你改了之後 你想想看喔 同樣的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Public 把每個東西都設成Public 但是喔 物件導向的 參考書 教科書 或是尚未和老師跟你講 你在做物件導向設計 你的Data 要Incapsulate to try 要把它封藏起來 不要讓外面的人 隨便的有Accessibility 來改你的資料 你說聽起來奇怪 老師 這是我的參數嘛 那我就是要讓使用者改啊 好 那使用者改怎麼辦 剛才我講完 就變成Public 好 那改有什麼後果 舉一個例子 你說Lowbound Applebound 假如Lowbound是0 Applebound是110 對不對 沒錯喔 那你讓使用者改Lowbound Public改 使用者改 你的510000 點 Lowbound改成 5萬 你的Lowbound是5萬 你的Applebound才100 你的Lowbound被改成5萬 你就照單全收 完蛋了 甚至 弄到你身上的摩克 還是就挖在那個地方 理解嗎 所以 物件導向說 你把Data封裝在物件裡面 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的Data我自己掌管 所以 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們不想說 你的Street是Public No 我發了物件導向的策略 No Lowbound我也不認識Public No Upperbound也不認識Public 最主要的目的是 Data 的修改 需要符合這個物件的Integrity 那如果說你把Data變成Public 你就沒有辦法掌握那種Integrity 好 所以物件導向就告訴你這樣 好 那 以前在學C 學到C++ 沒有學到物件導向 那C++就說 好吧 那你真的 你真的要當人家 用使用者想看 想看Lowbound 使用者想看Lowbound 使用者想修改Lowbound 好 那你怎麼辦 C時代 就這樣 好 那我就準備一個Public 叫做Get Get Get Rowbound B-O-U GetRowbound 這個韓式 因為是GetRowbound 對不對 我會returnRowbound 回去給你 我的Rowbound是Double 所以就寫一個Function 寫這樣 寫一個Type的Function Double GetRowbound 那我就return 小寫了Rowbound 回去給你 可以吧 很好啊 OK 因為使用者可能在那裡 查看你的Rowbound 他要畫 要瞄點 對不對 是Rowbound 所以你Rowbound 需要給人家 就這樣 好 然後再來呢 再來呢 使用者想SET 想設Rowbound 對不對 那Public Double 那那個SET Rowbound 好 那你要SET Rowbound 給我新的紙回來給我 好 我們就那個Double Ne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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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Row就好 就算這樣 好 我提供這樣給你 好 那你這邊寫成這樣 就Rowbound 等於New Row嗎 那這個SET Rowbound 不會Rotain Double 它是Void 不需要Rotain 好 所以路線導向 在C.C.Puasa 你就要這樣寫 我的Rowbound 想讓你的家 純取 取用 堵 純 純性的紙進來 那純的話 取的話 我就Get 那使用者 他就知道我的Rowbound 是什麼 我名稱也取得不錯 GetRowbound 你呼叫我這個東西 你就得到我的Rowbound 那你要設我的Rowbound 你就要準備一個新的 新音樂回來給我 我設Rowbound 但是你的程式真的寫這樣嗎 而且這樣不是多 是多詞一曲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絕對不是這樣 最重要 以前在C.C.Puasa 最重要 這個地方 就要查驗 你看 If New Row 有小語 我現在的Rowbound 我才執行這件事情 好嗎 折過來 Row幾丈 所以使用者 他就真的呼叫你的SETRowbound 給你一個5萬 有5萬 有沒有小語 我的Rowbound 我現在Rowbound才100 才死 5萬 有沒有小語 那個 死 沒有 這場不會執行 文風不動 OK 所以記得一件事情 物件導向 物件導向 輕巧告訴你 你Data要變成私密 人家要用S的Data 就開Public Function給他 最重要是在SETR的部分 你要維持你的Integrity 你要維持合乎你的規定才執行 所以我要修改一個Data 不是說讓它變成Public 讓它隨便修改 物件導向技術告訴你是這樣 所以你要透過這個東西 那一定在SETR的部分 要維持你的Integrity 不是照單全收 不是照單全收 最重要是在SETR的部分 所以一般而言 我們就稱 在物件導向技術裡頭 他知道說 他問你說你這個同學 你寫一個類別 那你有哪些Data 這個Data的SETR寫了嗎 這個Data的GETR寫了嗎 所以Data是唯獨 那只有一個GETR而已 沒有SETR 就不能讓對方SETR 那是比較安全 類似這樣這樣 你的Data是唯獨 唯獨 你只提供一個GETR 沒有SETR SETR是自己掌管 那你如果說 提供SETR給人家 那SETR一定 你的SETR一定會有把關的動作 或是你得規 會不會在這個樣子 好 那過往就是這樣 過往就是CEC policy 就是這樣 通過這樣 達到物件導向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Data Encapsulation 你確認一下這個字眼 好 那C-SHOP也OK啦 C-SHOP你看照單全是可以 就這樣可以 可是呢 另外一個意思說 我們是不是 設法 弄出一個東西 你看像那個ROBUM 也是讓使用者在那邊可以修改 那為什麼ROBUM 修在這個地方 阿BUM修在太多 修在這個地方 那我很畫面來做 好 沒錯 那這樣的話狀況就好 所以我們進一步 我們進一步 在C-SHOP 就有這樣的一個NARIP 它就是說 同樣概念跟Data有關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Property Property 不是Data Property 通常跟Data有關 所以Property 本身 不是一個Data Property 本身 其實是一個方法 好 那在這邊我們就看了 所以假設這種狀況之下 那 我今天 我們在類別裡面 這個NARIP的類別 目前就是Data 目前這些都是Function 是Property 只是這個Function 因為純粹是Get-Beta 跟Set-Beta 甚至叫Get-Set-Beta 甚至叫Get-Set-Beta 另外有些東西 叫Constructor 這幾個東西 目前說話是這樣 那我們來 開始加Property 在這邊寫 我們來設Property 好 Property Property 在C-SHOP的原文法 看起來像Beta 骨子玉頭 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個方向 它是這樣 它就是這樣 Property通常是Public 一定是開放給大家 來存 去 Property 那以那個RowBound 你一直來看 Double 去Double 那我就用大寫 Row B-O-U-N B-O-U-N RowBound 好 再來 如果說Data 如果Data 這樣就關起來了對不對 不是喔 如果說是Function 如果說是不是一個小括號 有沒有參數 再一個大括號 但是沒有 Property 直接用一對大括號起來 這叫Property 好 毛毛種出來對不對 這種Property還不符合要求 你有沒有可以移進去看看 所以這個Property 你看 長得又像Data 但是沒有小括 又不像Function 那又有Function發列在這個地方 這叫Property 毛毛先來就告訴你 必須至少要一個純取值 意思是說 你要訂一個Property Property裡面至少要一個Set 或者是Get 你總是要其中一個 你不能說我們占空的 不亂過 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設所謂Get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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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O 藍色的 那一對大括號 好 那再來呢 如果說 我們也希望讓它設對不對 Set 一對大括號 那你看 又毛毛怎麼出來了 所以 Git 等同於剛才那個 這個Git Rowbound 人家要Git 人家要拿 人家要讀你這個Property 這就是這個Property 讀你這個Property 那就是 其實是透過這個Git的Function過來 那Git的Function 它要拿到值 所以Git裡面有一個Return 那我們現在Rowbound Return 真的Data 所以你看 這個是Property 這個是Data 這個Property跟這個Data 息息相關 放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Git 其實概念是這個 Git的部分 Set的部分呢 欸 那你說這人 它又不是韓式對不對 剛才有一個Ata進來 NewRow 那不要緊 這個Property 新的值對不對 新的值你一定是Double 然後呢 不管任何誰 它其實就有一個Keyword 叫Value 已經送進來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If Value Keyword 這Value說 將來 將來 將來成是Rowbound Rowbound 什麼意思呢 將來在這個地方 你用U1 電 大寫了 你看這個 你要設一個新的值給它 譬如說 55 通常 你看 你有印象嗎 我們物件抓出來 點那個Property 你看這個Rowbound 是一個Property 然後呢 通常 新的值 新的值 準備寫在你這個Property 這個新的值 怎麼樣透過你的這個技能 就透過一個Keyword 也就是說你要設新的值 它會引入這個Rowbound set的部分 那那個值的 右邊的值就是 theValue 這個Keyword If你的Value呢 是小語 Upplebound 小血頭 Upplebound 這個時候 我才Rowbound 設為Value 所以Value呢 是保留字 一個Property Rowbound 碰到這個Rowbound 它的保留字 好 這個Rowbound theProperty 最重要的第二個地方 是要 我們在這邊是Gard Garding 在這邊做一個Value 所以Rowbound 不是Value進來照單全說 我要check這個地方 交互check Witcher Integrate OK so far我們就完成了 好 我把它設定起來 完成了一個 Universe 的一個Property的設計 Rowbound 已經在這個地方 已經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 Get Setter 部分都在這個地方 好 再來是不是Upplebound 應該 我們Title好了 Title改一下好了 Title Title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 我把它收起來 我把它收起來 所以原則上 這個Property 長得像 既不是Data 又不是Function 就是我講的 股子裡頭 這個Property 是透過一個 Getter 一個Setter的Function 在運作 這個Property 到時候可以再來看它 好 我們先把它收起來一下 收起來 再來 Intellisense 有比較Friendly的做法 假設說 你的Title 一樣 Title 也要這樣把它包成Property 好 Highline 跟我做 Highline Title 小寫 按右鍵 也可以叫做快速動作跟重構 叫做Refact的東西 好 展開 Highline 還有一個叫封裝 欄位叫Data 把欄位封裝起來 所以封裝起來就是 弄一個Property 把你封起來 好 那封裝Title 按右鍵 然後 快速動作跟重構 然後 重構裡面有一個叫封裝 然後有兩個選項 我不使用的屬性 我是其他城市人用的 然後這個地方 可以給下去 明天先幫你做 你看 你看 他就幫我做 好 我把這個 我把他收起來 他幫你寫了一個什麼東西 他寫了一個比較陽春的 就是沒有Ga condition 這個叫做Landa operator 所以他幫我寫在這邊 我把它整理得比較乾淨一點 把它整理出來 這個是比較陽春的寫法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Title 就直接跟那個小Title 直接幫死在一起 那這不是我要的 這是最陽春的狀況 就是你的Title data 都沒有做把關 你看 直接Title 就Value進來 就直接上一個Title 那這就是Return title 那不是這樣 所以我透過這方式 寫過來之後 GaT可以這樣留著 Set的部分 我們可以改寫 其實也可以 Set的部分 我看我們要不要把關 看我們要不要把關 如果要把關 我們通常就是 來到這個地方 用一個大瓜瓜瓜 有可能是說 你要查看 是不是跟所有的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單純一個物件 但是一個Unity 其實應該是照單全收 新的GaO就照單全收 好 不要緊我們就放著它 就是這樣 OK 所以多了一個 所以這個是比較陽春的寫法 就是不用那個 你直接寫一個 這叫Lambda的Apple Rate 你可以等它 一個那個大魚 好 那剩下其他的 Upper Bank 跟Resolution 麻煩你自己去添加 好 所以So far 我們看來看 所以Ellible 是做什麼 Data Property 所以開始有Property 那看來我講過 有趣的地方 說Property 你看我現在程式 這個叫做Property Guid 現在目前搜 指的是Button 只要我改變這個Property Guid 的Selented Object 如果說我把這個Selived 指定成 新產生的Universe物件 那是不是就秀剛才那個 秀剛才那個新產生 Universe的Property 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所以相反是這樣 我們這樣 未來程式這個地方 Universe出來之後 你看 這New Universe程式在這個地方 U1 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 看到沒有 Title 小姐我已經封裝起來了 沒有看到 再回來Universe看一下 我的小姐的Title 是真的我的Data 我已經變成私密了 所以原來程式 剛才我把它開成Property 我就沒辦法指定過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Title我剛才不是寫的 點 你看 所以一萬路線列出來之後 點下去 你看到 兩根板手 這是我自己剛才設計的時候 已經改成Property Title我現在可以存 也可以取 所以我可以寫Title在這個地方 選它 Semicarton 好 那 U1的Lawobomb 55 你看這是大寫開頭 我剛才我們寫的 其實不是 我把這條拿掉 也就是說 So far 我們U1物件New出來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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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我叫PBG Target 我剛才講過 我設成Button 1 Selected Object 有一個重要的屬性 Selected Object Select Object 我重設了 U1 那是不是U1的Property 對不對 是不是U1的Property 好 那我們 來追追看 所以程式在這地方 是Graphone New Universe 所以物件 U1有了 U1有了 我們把U1展開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 看它藍色的是Data 對不對 4個Data 那兩個Property 這兩個怎麼秀指出來 它其實是附下這兩個Property的Gate Gate的部分 Node U1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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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U1呢 因為U1要show property在這個地方 要show property在這個public query裡面 他就要去get data get raw bound 所以get raw bound 所以get會被執行 那我把title set the breakpoint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繼續執行 你看現在這個title要抓現在 那個title 所以要show public query出來 他會involve get的部分 然後繼續執行 那raw bound 也有 raw boundreturn title 好 所以剛才new like universe universe1在這個地方 raw bound0 title universe 我點下去 因為他老是會出 我把它停掉 好 如果說我quick的raw bound 我改成5萬 我在那邊改喔 使用者通過這方式來改的話 我打完之後沒有代表我要改齁 你把游標移到 點邊的地方就代表接受 或是按enter都可以按enter 好你看 5萬 準備改raw bound對不對 所以5萬拿到哪邊 拿到這個物件universe1的這個raw bound 你拿到改raw bound 你會不會一進來value這個keyboard看看 5萬 value就是5萬 所以他就把關5萬有沒有小偉的upper bound 持 沒有 假對不對 你會不會5萬會不會有賣給這個raw bound 不會 沒有就結束了 結束了 所以看看你有耐心還是電腦有耐心 5萬 我剛才改來改不過去喔 我再改成5萬 改成那個1萬 下來 value 1000 沒有1萬 好 我把它那個 拿開 所以你看一下 當我現在大於10就不行 15 and下去 and下去就變0回來 注意看喔 11 and下去還是變0回來 看你有耐心還是有耐心 所以 聽一下沒有白癡的 這都要call通過你的get set的部分去把關 防止 你的那個integration 那我如果說改成9 可不可以 剛才是10嘛 我改成9 好 所以要準備改9之後 再設規模仁回到這個地方 打完9 enter下去 他已經執行了 我再改成那個4好了 改成4 enter 來到這個地方 new value 4 有沒有想要不放10 有 所以這時候會執行什麼 會執行 4 改成原來肉棒的9 就過來 所以記得 property 不單純 是在支援 get get center 的功能 最重要在csharp裡面 還做人機界面的統籌運用 另外下去喔 我把這個規模仁都拿掉 規模仁都拿掉 執行 規模仁都拿掉 執行 好 來到這個地方 universe1 你看 壓下去 universe2 壓下去 universe3 就是這樣 好 那現在universe 所以壓下去 白底 或者是這個傢伙 那個 那個 probably sure 對不對 那時候呢 假如說實用者 我可以點選 universe1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他修改 數字內容 比如roll棒 去看到這是universe1 改成2 end下去 universe1 2喔 你就下去了 你看不到對不對 如果說實用者 希望說我點選的 你再點選 universe1回來 點選universe2 universe3 沒有用喔 這個地方沒up 對啊 這個2是剛才那個universe4 過來的 universe4 所以這邊沒有動作 對不對 沒有秀出來 如果說 這個probably free 動態的 實用者選了哪個傢伙 他秀這個probably出來 我可以修改 universe property 馬上看他的結果出來 想這麼做吧 好 那就跟什麼事件有關 跟這個傢伙 跟這個tribute 這個傢伙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有關 我點了誰 點了誰 點了誰 他是一個什麼東西 他是一個什麼東西 本身 本身是叫tree node 對不對 但是 別忘了 剛才的universe1 universe1 藏一份藏在他的tag 那是不是可以 點他的時候 就看他的tag 是什麼東西 把這個probably 秀這個tag的資料 過來這個地方 好 好 所以當初為什麼我們神秘的 把new出來universe 藏在這個 所謂tree node tree node tree node裡的tag 主要是要支援互動式 人際界面的設計 好 那所以有一個mission出來 人際界面有一個mission 我在這邊修改 點他 點他 這邊probably要修 要修 你要程式的變更 好 OK 我們就回來 這個tribute 他有什麼事件 我們看他有什麼事件 我們看他有什麼事件 讀讀看 after select 有一個after select by the word after select 選擇 選擇之後 所以我們定用他的 聽起來很奇怪 這是tribute universe的 那個after select 就是選擇了之後 好 我們click double click 好 那這裡頭有趣的東西就來了 以前你看到的 只定用什麼button button 那個sender對不對 沒錯 sender一樣還在這邊 那後面是什麼叫 event argument 現在有個叫tribute event arguments 1 好 那所以第二個事件 你檔案做什麼 檔案使用者頂壓的時候 我要pick up這個tribute node的tag 把這個selected node的射成他 準備是這樣做吧 準備再回到程式的地方來 所以我就調出那個tribute tribute universe 的selected node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selected node 有個selected node 那selected node 你看到 抓到selected 這個property 就是目前尋起當中的selected node 它是不是是tree node 是不是有個tag 我們藏它的tag tag 是objct藏的 它反正就是物件喔 所以我們就抓到selected node 而是來給誰 而是來給pubtigree 叫做pubtigree tuget 的selected object 那個屬性 selected object 好 所以up the selection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執行過來 目前的邏輯需求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試試看 假設說new enables 點下去 好 title title 我改一下 我改一下 注意看這邊喔 你說這邊還沒有一次 我稱呼叫u1 我改了 u1 有沒有成立 按一下 別的地方 u1 可是叫universe1 沒有合物對不對 不大緊以後我們再嘗試改它 所以目前 那我再壓一個 叫universe2 點universe2 universe2在這邊 我改一下名字叫u2 enter下去 會增加一個u3 離開 好 這時候使用者互動 他如果想要改變 這個改成temperature 來這個地方 點一下 你看u1有沒有 所以我點一下的時候 就觸發什麼事件 觸發這個事件 再看一下 後面的路上 我點一下universe2 你看 右邊移進來select object 透過看一下 他的title select object 他的title 右邊 這個universe selected node selected node 它是叫universe2 對不對 universe2 然後目前select object 是那個 1還是2 是1 所以 對 他的tag呢 tag就是那個 2的 所以我們當他執行 所以目前就打到切換了 這u2 這個u3 好 我們再把 u3 所以目前都有切換了 這個u2 u3 所以有切換了 我剛才改了tag 改了title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改一下 因為我點選你啊 我在這邊改成 假如做temperature 那我希望你看到修出來temperature 你的表象文章是不是跟我一樣 好 好 那這就怎麼辦 想想看 剛才我改了一個東西 一個public改了 修改了 修改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事件發生 那這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適當的回來 那個修正它 好 那大的前提是title 這確實改了title 才要修正這邊的title OK 所以一件事 要讓人機界面 如果需要做比較多的功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subscribe這個public grid 我們最開始把它清除掉 button1 這不是我們要的邏輯 所以我們就先 第一件事情 在設計界面的時候 把select object清除掉 select object清除掉 點這個public按右鍵重設 就可以清除掉 所以最開始是空的 那我們要定用它 什麼事件 click嗎 也不太相似 quick的點壓 是滑走quick 最重要是說 它的一個property被change 讀讀看 有一個property type change property value change 應該是property的value change 確實有change 那我們就double click 所以我們要定用一個 很特殊的event 太多年方 event 叫property value change double click 好 所以這是pbg的 事件 去這個過來 那這裡頭 你看這個後面的稱數 又不太一樣 它叫做property value change 的event argument 那麼大前提什麼 就是要觸發 當它其實改了title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可能 先把e調出來 就是說到底是哪一個property value change e的 change的item 好 書出發 好 不管它 也許 也許 也許就是那個 它有做的 也好 我們就 強制要求什麼 trv tribute universe 是不是有selebtdnode the selenium node selenium node最重要是它的text的title 重新設為什麼 重新設為它的那個 這個selenium node 這個tribute上頭是不是有一個node node是不是有一個tag tag是不是就是universe universe裡面的屬性 我們要讓它名稱跟外面表象文字相同 所以我們邏輯會是回到回來就是 selenium node的text要修改 修改成什麼呢 trv tribute node universe的selenium node 這就是tribute node 它的tag tag 這個tag呢 是objct 可是我們股市裡頭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universe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catch 骨子裡頭這個tag 我們是依附在那個 骨子裡頭它是 我們知道它是universe 所以我們把這個node 藏著這個tag的這個物件 把它你catch成universe 我就可以access這個universe的title 概念這樣 稍微比較trick一點 就是位置讓它一次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目前的這個 骨子裡看 new universe 點下去 好 假設 你看喔 使用者馬上來改 不是universe1 它叫tem tem temperature enter下去 好 掛了 我看一下喔 嗯 我看一下喔 tag 是 num serine node serine node 是空的 所以我們沒有選起 我們沒有選起 主要是我們新增 還沒有選起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 那我們再把那個補好 補滿一點 因為它這個serine node 是空的 所以空的你要access的東西 也就是說當初serine node 不是 這個概念是說 我新增一個 我在這邊 這個node是貼在這個 沒有選取 沒有把它做的 做的選取當中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強調一下 我new了一個UI new了一個node出來 node加進去 我馬上修改它 trv universe selected node 我不知道能不能 我可能沒辦法設 sdluc 可以 可以 就是我強制透過程式 一個是你透過滑鼠點 serine node會變更 或是在這邊我直接把它指定給誰 它就highlight到誰去 另外一個屬性 我們看一下 tribute裡面有一個屬性 屬性 不是事件 屬性 它是不是有一個叫highlight selected 我看一下 selected selected item key selected image selected 看不太出來 有一個屬性是它會 有一個highlight在那個地方 visible 讀讀看 show node selected selected image key selected ジェír selected selected 應該可以選擇有關 齁 很興奮,我很快再去一下城市 TRV Universe 有一個屬性High Selection 要讓它False 它叫High Selection 這個Property H開頭 High Selection 它是觸對 這個地方一早老闆天 就把它變成False 所以只要Slide就會High Line起來 這樣比較清楚是哪一個Item 配起來 所以我們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屬性叫做High Selection Bidewood它是觸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差別在這個地方 點下去,點下去就是 點下去同時任了一個東西 你看High Line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回到這個Property 它就變成High Line在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你只要High Line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我再改 改成Temperature Temperature 好,出發了 所以這樣一致,讓它一致 那再來New Universe 2 對不對 然後再點選它 我其實不用點選它 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東西 Property 秀在這個地方 同時已經把這個Slide 所以這兩個是放在一起的 我這邊直接要改號 叫Pressure 壓力 Enter下去 好,兩個一去一步 OK 所以說話 說話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特性在 好 那最重要是說 再來 那個人機介面 所以Property 然後你自己再去玩其他的 其他幾個都羅列在這個地方 每一個God condition 思考一下 把這個機制弄得比較完美一點 那我們接著呢 再來 比較重要的是那個Funci Set 所以Funci Set 將來要定義在一個Universe上頭 任何一個Funci Set 所以這邊有一個 蝦子選單 New Funci Set 那將來換這一組 排在下面這個地方 屁股下面這個地方 好 OK,大肩商 那Delete以後 我們再做好了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所以我們回到人機介面的地方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需要一個 同樣的概念 如果我們有Property 就會再來很多事情 是以任何解 所以把它試乎 把它調整一下 所以再來 我們準備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Combo Box Combo Box Combo Box 裡面就有一個選單 這樣 那再來我們可能就一個Button 就是 Create Funci Set 名稱不要Button 那麼多 Create Funci Set Enter下去 Funci Set Funci Text 就是Create Create Funci Set 那這簽單沒什麼 這只是排序 就是羅列說 你今天 你目前大概寫了四個 讓老師 建議大家去看一下講義 講義裡面有各式各樣 那CBX 我先是CBX Funci Set Funci Set Types Funci Set Type 那它只是一個 人機JML而已 最重要有一個屬性 叫Items 裡面有一個Items 集合 那 不用 放複雜物件 就每個選項 第一個可能是 Gaussian Gaussian 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可能是 Nu 好吧 剩下你自己打號 看你有提供幾個 你剛實際上可以選 那其實選擇的結果最重要就是 它有一個屬性 就是Seleted 你自己理解 第0個是什麼 第1個是什麼 這個按鈕一樣 將來Nu不同的物件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準備Nu Funci Set 那Funci Set 的概念是什麼 一個Funci Set 要定義 Pancet 它一定要有一個 Universe 它定義在Universe上 所以我們Universe 就是要求 所以回過回來 我們就準備 不是一個新的 就是逐步 你要把Universe 請它補賣 請它補賣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再加一個 所以我們會覺得Universe class 再來 我們就準備寫一個 Genetic Funci Set 點選的是Project 按右鍵 我們加入 新增 類別 一樣 跟剛才那個Universe class 概念 記得我們寫的是 物件導向的 那我們現在寫的是 家族 最上層 最上層 有一個Funci Set Funci Set Specific 它這個就是1D的Funci Set 所以我們一個類別 就是Funci Set 還記得嗎 Data 有哪些Data 還有哪些是那個 Static Data 好吧 一樣 Static Static Int Counter 一樣 對不對 Funci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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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嗎 或許不是在這邊 我們先留著它 大家共有的Data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有一個陣列嗎 所以陣列對大家有之心 但是你會appreciate 就是相較於C沒有陣列 C都叫Point C沒有陣列 C就是一個指標 那時候跟你講 指標就是陣列 陣列就是指標 實際上 主要它是比較low level在運算 比較快速 但是呢 在C-sharp 陣列就是陣列 陣列當初要new出來 動態new出來才行 所以我們有一個 那個 Double 對不對 叫做Parameters Parameters 陣列喔 陣列不是一個Double 加上一個空的話 就代表陣列了 那陣列就差很多 真的假如當初要new出來 好 好 那再來是不是同樣的 很重要的東西 對不對 最重要的Data是什麼 Universe 我看中文家的 universe 它定義在這個上頭 它定義在這個上頭 將來才知道 下線是哪邊 上線是哪邊 那這叫temperature 那它的那個名稱叫做 冷 熱或者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同樣它是不是也有那個 Stream Title 對不對 也有Title 那 Parameters 那 Universe 建構函式 建構函式 呢 大概沒有 我們當然沒有特別要求 建構函式 那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比較重要 是不是我們那時候寫那個 Function 是不是有一個叫 GitFunctionValue 有GitFunctionValue 所以一個重要的函式 我們稱為 這個函式是Public 那 Return的結果是Double 那我們給它稱名叫 Git 以前叫 GitFunctionValue 我們叫 GitMembership Membership Degree Gift exclusive X 那我就吐出一個 準備 對吧 那毛毛錢的主角落 那我們就 給它寫야지 Return 0 以前我們當寫嘛 高寫 就說 Parameters D0 這個0 那是1 類似象徵對號 好,那這個是genetic or fuzzy set 那我們記得還在玩一個物件導向的概念 就是說 不管你是triangular 不管你是高寫 都有title 都有universe的參照 這叫參照universe參照 那都有所謂parameter 這些東西 只是有個兩個有個三個 那你自己知道 那game members degree的方法 就是運算方式不太一樣 似乎是一樣 所以我寫的方式也沒有針對指誰 大家都有這些data 那你只要紙類別繼承他 就額外的data你才設就好 這些data早就有了 所以物件導向的繼承概念是說 戶親有的 你就不用再自己再定義他了 只是戶親有的 如果說他是私密的 你還是不能直接看他 你還是要漸漸透過那個方式過來 所以我們要寫了家族 所以這裡頭呢 還有中華公司什麼 一樣一個方式出來 我不管你是圓的扁的 不管你是triangular 你都一定要有一個universe 沒有universe 你不能定義在上頭的 對不對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寫建構函式後 這邊就寫一個cto Intel 你就highlight他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按tap鍵 兩次tap key 我一直幫你寫 那這時候你不能要求空的 你那個任何家 你要求我產生一個發生 你一定要給一個universe you 你要給我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是父親 不管你是什麼 你一定要設 所以這時候 the universe 就等於you 設定好 所以儘管函式就出實話 一般的儘管函式就出實話 那你說老師 那我布朗門的文明要命幾個啊 那我的title要叫什麼 好不好 title我們就來叫好了 就fagy set1 fagy set2 fagy set3 也可以啊 那你就這樣 所以在這邊就寫那個 那個title 內定title 等於什麼 sweet dream sweet stream 我們稱呼叫fagy set1 fagy set2 好 那一樣啊 我們既然有static 有一個counter在那邊點進 我就用counter plus plus就好了 好 欸 也沒錯啊 所以反正這也做得不錯 準備好了 那現在鋼這裡頭呢 鋼這裡頭 我們有高鞋 有triangular 大家都一樣 triangular只是 triangular是三個pyramid 對不對 高鞋就是 另外兩個啊 那第一個 會不會代表他 其他東西就是他 好 下層的東西是這樣 那上層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接著我們就準備喔 開始要用我們自己的類別 繼承做你的類別 踩在那個類別上面 會比較快速的可以擴充 所以 我有一個 fagy set 好 麻煩 再回到 方案那個 exploiter 可以按右鍵 按右鍵 加一個類別進來 加入類別 好 假設 我們還是玩那個高鞋 換一下 G-A-U-S-S-I-N-N 高鞋 F-U-F-U-S-S-I-N 那這個一定要合乎 那個 變數的 那個取名方式 你不能空格 空格的話 Vidusado也可以 檔案 這個是檔案啦 這是檔案名稱 但是白體會有檔案名稱就是類別名稱 那你說檔案有空格 它化解不合法 Visual Studio會幫你補一個那個合環的名稱出來 你給我試試看 好說的一個高顯 4G-SET 好,我們要繼承 那繼承的語環在C-PALS都一樣 跟C-SHOB一樣 MAL號代表繼承 繼承字 F,大寫開頭 U Z 4G-SET已經有知道你這個類別 4G-SET是你寫的類別 所以你繼承它 好,繼承它 好,那繼承它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你有一個高顯的4G-SET的時候 你看,馬上馬上出來 我們看一下為什麼 看一下為什麼 了解C-SHOB的機制 我們那個4G-SET 你看,4G-SET是不是有一個建構函式了 有一個建構函式 唯一的一個建構函式 我們也有一個空的建構函式 一定要有一個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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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聽起來比較好口 意思是什麼,意思是說 你今天要new 一個高尋發射系出來 他原則上還new 一個發射系 也就是說data,物件檔案概念這樣 父親有這麼多的data 那我現在是子類別,new 出來之後 一定有一個父親內分的資料 而且另外還有新的子類別的data 進來在這地方 那現在問題就來安逸 今天我要new 一個高尋發射系 這麼大的data裡面 這份的data怎麼出實話 父親的data怎麼出實話 那父親的出實話 號稱說要呼叫這個東西 用一個new來出實話 那你現在沒有 所以怎麼辦 所以這邊就馬上就出來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我要乖乖的 因為父親的那一份 寄程式父親 從父親那邊得過來data 那一份的出實話 需要有一個new 那個建構函式 是在這個地方發射系 也就是說 我在子類別的地方 要準備一個建構函式 這個建構函式 要呼叫哪一個 副類別的建構函式 要講好 那你現在只有一個 父親只有一個建構函式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建構函式 來呼叫父親的建構函式 幹你這樣 好 所以我在這邊 我指類別 注意我現在指類別 我就準備寫CTOR T 按TAB鍵兩次 好 你就隨便幫你準備好 那還是毛毛蟲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個指類別的建構函式 接著呢 因為它是繼承 對不對 父親內部的data怎麼處理 你在建構函式 要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 有一個冒號 再來BASE BASE是個keyword 上面父親類別叫BASE 我這個叫做子類別 我的父親叫BASE 往上層 只看上一層而已 那BASE就有點像是父親的名稱 類別名稱 那你其實呼叫BASE的一個函式 其實就是呼叫父親的某個建構函式 所以我就說 我指類別的建構函式 我怎麼呼叫父親的建構函式 透過BASE這個keyword進來 所以BASE你可以把他想 你現在的例子就是5G-7的建構函式 5G-7 呼叫哪一個 5G-7一定有一個u 所以一個universe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universe的參照給他 那護親去出使的話 你的universe就對了 意思是 好那需要一個u 那我給他取V也可以 只是V V或EUN 無所謂那個是區別租名稱 一定是一個universe要準備好 那我假設我就弄個V 那V怎麼過來 你說V是一個universe 怎麼過來 一定要透過你子類別的建構函式 還是收納進來 所以那天我就要準備一個universe 我就取名叫V 也就是說 你要產生一個子類別物件 人家呼叫你這個建構函式 NU出來對不對 人家要準備一個universe 就是V 你把它擠去 你把它 儲存到一個區別租叫V V裡面去 那通過V送去那個父親 讓父親去 那個父親的data 去出使話他的universe 就是這樣 那UV其實是區別租名稱 非常重要這樣 好 所以在V用情況好了 好 說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我們姑且看一下 假設說 說話是這樣 所以有一個高興 有一個快樂世界 假設說我們回到實際界面裡頭 我這邊這個 我先寫實 我這邊其實就要選擇 好 這邊也寫了 那個 這個 這邊有一個 我這邊 在清單裡頭 那清單裡 第一個是高潛 第二個是傳案給我 所以高潛是第0個 所以這個層次 在這邊 我先搜出來這個層次 先驗證一下 目前的類別 目前怎麼用它 好 那我定用它的4鍵 click4鍵 你這樣 create 5Gc create 這個地方 好 那在這個地方 那以前過往我們講話說 我準備一個5Gc 沒錯 我們就準備那個高興或者 GAU 大概不是這樣好 我們應該是這樣好 我們先switch switch這個C的血管 那我們先看什麼 先看那個CBX combo box 我們看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它選擇的到底是哪一項號 那這個傢伙 這個控制項有一個屬性 CBX有一個屬性 CBX 那個Fundset type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 selected index selected index selected index 就是它那個清單裡面 大概點第0個 第1個第2個 第3個 所以透過的方式 因為你承受起來這樣 那case就case0 是代表高潛 那記得在c-sharp 然後一定要一個break 結尾 好吧 這麻煩你自己去把剩下 看你提供幾個都把它完成 好 最後一個地方 所以假如高潛呢 那我們就 叫另一個物件出來對不對 所以高潛就想說 好吧 那這樣我就當初就 G-A-U 沒錯出來 高潛的壞字線已經有了 那我現在叫G N-U出來 左邊N-U出來 控格 控格對不對 那高潛的壞字線 那左邊控格過來 哇 那你需要一個universe 來 universe怎麼過來 好 我們當初想法說 使用者左邊 一定要選一個universe 使用者要左邊選一個 那universe才收到過來 所以需要一個universe 才能夠產生它 所以再回到人家界面 設計裡頭看 我一壓 左邊應該選擇出來 所以要確定 左邊universe 先抓到是誰 我先把universe拿到 我才能夠去扭出來 沒有拿到 抱歉 我就沒有辦法 也就是說左邊 一定要選一個universe 一定要選到universe 才行 所以這時候邏輯 在這個地方 再回到這個邏輯裡頭 不是這樣照單全照 在這邊 你要先check out 我們是不是要 universe是選擇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那if 如果說 trv 假如trv trv trv universe 我們看 玩過一個東西 它有重量叫selected node 對不對 假如selected node 是equal none 注意喔 物件的東西 就是那 if 它都沒有選取 現在裏體是這樣 都沒有選取 return 我沒有辦法產生 對不對 那再來 如果說這個selected index 它是不是0 是負1 不要緊負1 這邊就空掉了 不行喔 那比較把關的東西 if cbx cbx 然後去變說universe 我們叫selected universe selected 拿沒過來 大清理這個地方selected node 所以記得universe 藏在哪裏面 藏在selected node 裏面的tag 好 毛總出來對不對 他說tag 拍誰啊 tag是objct objct 沒辦法指定給universe 但是我們國務室裡頭 我們知道它是universe 有沒有 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它cass 要cass呢 把這個tag cass cass的結果 右邊是一個universe的參照抓到的 可以有上到的 左邊universe 所以su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這邊就放su selected universe 就是進來 ok 所以g就出來 好 那你產生了一個g 對不對 在這邊產生一個g 真的產生一個g 然後在哪邊 所以你看到 確定selected node 有 所以selected node這邊有 產生一個g了之後 產生一個g 那 目前高顯示 產生一個g 就進來 到戶清那邊去 到戶清那邊去 那產生一個g之後呢 我們想說什麼 你在這邊想說 選一個universe click下去 產生一個高顯 高顯就放在它屁股下面 它下一層對不對 我想 一樣的概念 剛才new universe 新生一個node 那我現在選選一個universe 這邊選了一個type create一個物件出來 這個物件是不是放在它下面 同樣的概念 放在下一層的node裡面 好 所以邏輯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們回去要自己加註解 好 助解老師才知道你能不能認得 所以我加了一個g 已經有一個g g放在哪裡 那就產生一個tree node 你看 tree node 那個叫做fs fns node new出來 一樣啊 就是new出來 fns node 它的text 是不是要寫一個名聲出來 那g有沒有text x 哇沒有啊 g沒有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準備 所以我們準備 我們把這個node準備好 表象文字準備好 最重要是fs 你看node裡面 還有什麼東西 它有個tag 你把這個發音是藏進去 概念要藏到這個node裡面去 那最重要的地方來 我這個node要加到哪邊去 加到tree node裡面 不是吧 加到tree view的 tree view的 那個tree view裡的 selected node 的node裡面進去 好 所以你看啊 這時候我調出 trv universe the selected node hey nodes add fs node 我這個先寫實齁 需要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找這個叫做 Fu z z z y fagic set 好 設備一個point 在這個地方 設備一個point 設備一個point 所以即使我現在 我已經準備一個fagic set 那個高級的fagic set 還有一個計程式fagic set 過來 那我們追蹤一下 整個進展流程會是怎樣 程式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你看 compobus沒有秀出來 compobus 空空讀意 也就是它的selected index 其實是互因 減選 我減選的高級的fagic set 壓這個按鈕 馬上就壓喔 我也沒有universe 為什麼要 要黃奔 其實坦白講要黃奔 create fagic set 來到哪邊 來到這裡頭 有不要一進來 tree view 有 他的selected node 不好意思 我沒有了解 空空讀意 那所以呢 我做了邏輯會之前 F10 Return 回去了 所以防笨喔 OK喔 這樣防笨OK 好吧 那我就先從new universe開始 有啦 確實有 universe1 那我這邊真的改 我這邊透過程序 剛才這邊 tem temperature Enter下去 temperature 那我真的選temperature 選temperature 點別的地方 一樣它已經選了 高起來了 這次再click一下 create fuzzy set 好 一樣邏輯進來 selected node 有沒有 有喔 temperature 文量叫temperature 有喔 那selected index 多少 selected index 現在是第0個 不是小於0 第0個 好 所以首先第一步 做什麼 我從這個selected node 和它的tag 知道它是universe 抓到你所選的universe 是su 所以su抓到了 su抓到了 那我就進入什麼 進入要create 這個分線 selected index 在哪邊 第0個 第0個是高顯 對不對 我來這邊高顯 好 又這邊準備 另外一個高顯的分線 我們最終最終看 老師 f11 進來最終看 su有喔 su確實行 就是剛才那個temperature universe 那我們準備要產生一個高顯 或者是這個 玩f11 來看一下 來到f11的這個 建構函式對不對 然後建構函式喔 我們有沒有準備 你看 剛才universe 已經透過v送進來 v在這邊送進來 你看v就是這個 那個 展開來看一下 它的那個title就是temperature 沒錯喔 好那你看 這個子的建構函式 但是還不會先執行 裡面還不會執行 先從父親的建構函式 先引爆一下 子類別 例如的時候 昨天透過子類別的建構函式 進階的呼叫 父親的建構函式 我在nf11 來到上層 fajicet fajicet fajicet是所有的父親 fajicet的data 都在這個地方 那個 準備進入建構函式 在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你看 這些data 這些data 是fajicet的物件 既成是父親的 都有counter 淨灘的物件 primid的 空的 universe 目前是空的 還沒有而散進來 title呢 目前是空的 所以進來的時候你看 U有了 好的 universe 也就是什麼 這是父親的位階 父親的位階 定義這些data 父親的建構函式 主要目的就是主使話 這些定義的這些data 所以U有三個過來 universe過來 title呢 fajicet counter 1 2 變成fajicet 2 母親的建構還是完成了 回到子類別的建構 這邊執行完 回到子類別 這邊如果說好幾行 有新的data 就在這邊寫 執行完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這邊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們再看 好 好 所以一個高清的fajicet已經完成了 一個高清的已經寫出來 g已經完成了 你把郵拜進來去看看 它都已經完成了 你看 它都有parameter 當然是空的 universe已經好了 title的fajicet2 已經有好 好 一樣的概念 寫一個tree node出來 text的fajicet g 射進來 treeview universe sleding node 進來 加進來 好 看這次怎麼執行 加了一個空間進來 by default沒有展開 對不對 展開看一下 faji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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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要注意 現在treeview有兩成 萬一那個傢伙點這個fajicet 說要再來開一個fajicet 有沒有可能 不行喔 你要黃笨 所以我要點確定temperature fajicet 今天我再繼續 我再按下一個 curefajicet fajicet 同樣的邏輯 我讓它跑完 兩個fajicet 對不對 然後呢 剛才 如果說這樣講 我是不是說 剛才fajicet讓它highlight這個地方 讓它highlight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fajicet將我們fajicet 是不是fajicet 可以在這個地方讓它改 同樣的概念 只是兩成 我這邊fajicet可能將它改成 溫度高 改成溫度低 就名稱叫高跟低 所以temperature 這個叫高 這個叫低 我們想透過這個機 機制 使用什麼 Feeder在這邊修改來修改去 想得到這樣的結果 結果 這不是這樣 而這補給就要再思考 因為這邊那麼單純 第一個回來 property 我要修property new完的時候 property修在這個地方 可以吧 總是可以吧 那我們就回答 再回答成這樣 你G已經new出來了 已經new出來了 那我為什麼不把它搶先關 因為你心產 真的 所以這時候PPG PPG target the selected object 這改當 這個屬性 蓋成G 馬上秀出來 所以我們再看 所以同樣的概念 過來 新的universe 兩個 三個 我點選 其中第二個 點選高型fajicet 產生一個 讓它跑來 確實 universe 2裡頭 有一個 fajicet出來 可是我剛才已經 接過去 你們沒有看到它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現在還是選 好吧 universe 2 它產生一個新的 跑完 好 不好意思 我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設pajicet 對不起 我本來想說這個 缺點東西給大家看 好 我剛才有設過來 可是現在沒有東西 已經清光化 所以我們再回到 那個fajicet的定義 來看 fajicet title要秀出來 好 title要秀出來 剛才我們講過對不對 怎麼樣快速的封裝它 highlight它 按右鍵 快速動作跟重構 封裝欄位 但是蠻好你選 封裝欄位 你應該使用欄位 其他甚至希望它比較快速 好 title 確實這樣 title get 我也不用改 就隨便改了 title 那也就是說 這個probity 我新增的 有get的部分 有set的部分 對不起 get 有力量 好 那以這個來看的話 universe 不打算秀出來 universe長線 開頭 好再回過頭來 老實再追加一個 高血人對不對 高血人 new出來 現在回過頭來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家族的 注意聽號 同一個家族 我發現是老大哥 老祖宗 下面可能繼承他 還有孫子 父親 還有子類被子繼承他 那這個data 這個data 你看喔 parameters 你說 高血人化激性 繼承式發激性 parameters 我parameters 要new兩個 要new兩個出來 給它粗食 那我能不能 直接用它 所以說 高血人化激性 繼承式發激性 發激性 當然高血人化激性 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 調出parameters 沒有出來 所以你就講說 parame 沒有東西 看不到 看不到東西 那你說base 點下去 有沒有parameters 都沒有 意味什麼東西 聽清楚 在物件導向設計裡頭 data 是私密的 我沒有講的 它是私密 好 那所以 parameters 是私密 所以你看不到它 那你能不能把它設public 當然可以 public就可以看到 假如做public就可以看到 什麼看喔 這個data是public public 當然在這個地方到起來 pa 你看抓到 反正就看得到 可是呢 我們講說public很危險 人家給你蓋了什麼事 不知道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不行 我們絕對不要用public 可是呢 我想說到子類別 直接 因為子類別 聽起來很奇怪 子類別 你有一個物件 子類別物件出來 它已經有parameters 只是parameters 只是parameters 是定義在父親的scope裡面 那父親的scope 宣稱這是primate 私密的 私密的意思是說 父親的 這些東西可以看 這個function可以access它 方形可以access它 子類別沒有前線 是直接用 繼承至父親的私密data 聽清楚喔 子類別的物件 沒有辦法直接存取 繼承至父親的私密data 但是這邊有一個重要的 叫做protect 裡面有修過C++的 或許有看過這個東西 可是你從來不知道它用途在哪裡 public的意思是說 在我的家族裡頭 我沒有另外公開 但是在家族 直直順順可以直接用 所以public的用在這個場合 通常fine sale 所以我們是最上層那邊 所以通常 我的目的大家會知道 下層那邊可能直接 會用到title 直接用 直接用小血的title比較快 因為透過大血的title 還要執行這個方形 比較overhand 所以我把它設成public的 外面人不能直接來修改 不用擔心 那子類別可以直接存取 所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高血裡頭 就你看喔 小血的 public的你看 可以抓到利用 所以我使public要new幾個 new兩個 記得 在c-shop 正面都要e-new出來 不然new兩個出來 好 那我們剛才做什麼事情 fine sale 有設個property 叫title 對不對 所以at least 我們現在title可以秀出來了 title是public 好 我們來看看 所以今天 老師多做一件事情 public的新增了兩個出來 我們開始 好 在這個地方 new universe 對不對 點選這個universe 這個目前是universe的 這是universe的 主性 點選一個高血 然後按create gaussian upset 來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準備new出來 我們還是 在這個地方 好 你看喔 準備高血裡頭 我按f11 來到父親這邊 我不會按f11 我就直接按f11 那父親這邊總過 好 來到這個地方 執行動員 所以這個子類別的建構 還是在管子類別的特殊的data 在這邊 paramid裡面是空的 new兩個出來 那new兩個結果 paramid就有0跟1對不對 可是 這個數值不好 0跟0 初值怎麼是send是0 那send division也是0 也不好對不對 好 我馬上停掉 馬上做個初始化的動作 做初始化就是paramidus 第0的 因為我們把地方是0到10對不對 老師的conversion 0 center我就放成5 那paramidus 那個1呢 send division弄成1 給它一個初始始 那看起來比較好 好 好 那我們就整個是讓它執行完 所以目前呢 universe universe1 選一個高線 fizer set create一個fizer set出來 我讓它跑完 好 停在這邊 我讓它清楚 停掉 讓它跑完 好 所以你看到 我剛才寫這個傢伙 new makefizer set出來 title也說出來 在fizer set 1 對不對 我在這邊 再繼續 如果說 你注意看喔 目前 probably不是秀誰 秀fizer set 剛才產生的fizer 如果說要create 展開這個東西 create它 你看 send division沒有改 好吧 沒有 change 沒有 change 那個 沒有 change send division沒有 change 所以 它沒有update 那我點了它 再產生下一個 高線 fizer set 2 好 再繼續跑 所以fizer set 2 所以你看fizer set 2 你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fizer set 1 還是fizer set 2 所以fizer set的 到底就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 我在new一個universe 在這個地方 這是universe 所以目前是universe 2 點它 universe 1 點它是universe 2 點這個傢伙呢 by default send division 就秀這個fiz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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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這時候按鈕 一按就掛了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要添加fizer set 進來 這不是universe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自己把關 那怎麼知道說 像selected的這個傢伙 到底是在第一層 第二層 層次讀讀看 這邊有一個selected 所以應該我們來講 所以目前 所以目前 我當然有邏輯再講清楚 這個是selected node 對不對 這個也是selected node 可是selected node 就不能產生fizer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selected node 不登一零 就產生fizer set 很危險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現在覺得這個傢伙 我按這個clickfizer set 然後按這個地方 clickfizer selected node有沒有登一零 沒有喔 過去了 selected index有沒有消息 也ok 可是你看 這邊就掛了 這個ok 這個selected tag 好 骨子裡頭 出問題了 骨子裡頭 因為selected node 是一個fizer set 所以tag常常是fizer set 他說沒有辦法 你看 右邊是fizer set 可是你要把case的成universe 他也做不到 所以他這邊有問題 所以這邊如果要進一步來檢查 不只是說selected node 等於零 不能等None else對不對 就是不等於None 你看要檢查 if trv universe selected node 好 剛才講過 現在有多了兩層 對不對 一層兩層 你怎麼知道它的第0層 第幾層 你要怎麼看 在這個地方 這selected node 本來就是trin node 你說什麼東西 有一個叫做label label label就層級 取得以0為開始的 那個低層叫d 我們看一下 if label none equal zero penset 你是下層 一下東西 也return 把關喔 接著logic 我們現在越來越複雜 我們再試一試看看 所以這個label 所以selected node 有 第一個none的就不行了 有的時候還要查看它的label 我們一整天來檢查 所以 new universe出來 new universe 對不對 點擊這個universe 選一個 高顯 按這個按鈕 好 來 看看 selected node 有喔 不是none 如果說真的 這邊就看到none好了 但是universe1 好 所以這一行沒有通過 不是none 到下一行 所以既然有了 就看一下這個 對 0 label是0 這個selected node 它在D0 所以確實是一個universe 而且 所以等於0 如果說不等於0 就要離開 進來 所以一切正常 所以我們就 在這邊你看 new那個fagicet出來 fagicet1 展開來看一下 展開來看一下 有喔 確實在這個地方 好 如果說 一樣在這邊 繼續下一個 讓它實行 好 第二個出來 可是這時候 如果使用者選的是 一個fagicet 說要添加一個fagicet 不行 因為universe是 所以我們繼續聽 假如對方的selected node 是選這個傢伙 這邊秀出來 是這個fagicet的property create一個fagicet 來到這個地方 selected node 有 但是它是個fagicet 好 看一下label 注意看喔 1 label是1 你就知道 它是在地極位間 你要搞清楚 所以邏輯你要自己看 撒瓜型相機是最複雜的 所以你寫程式學校 畫很多fagicet的東西 做出了防分的措施 好 它就這樣過來喔 好 至於這個namewise 這個名稱 假如實用者要改title 你自己設法一下 假如它改成code code 假如這是溫度 它改成code 好吧 程式前面 前面要改title的東西 又沒有部分欠容造白 所以這個邏輯還會錯 麻煩你自己設法 了解這個結構 設法看能不能 我們看齁 那最後那個 老師來給老師一些 現在5點多 我們是5點10分 想要對齁 還有一點時間 再來 譬如那個地方在哪邊 你如果還要印象 老師上次叫你 我們有一個parameter之外 是它叫parameter names 對不對 變成static 老師叫你說 你成績界面的label textbox的label 你要繼續從那邊抓 抓那個fagicet 它真正的那個 所謂parameter的名稱 對不對 而且要取留意名稱 那個時候有這些東西 那我回過頭來 你這邊是不是 是不是 parameter 是不是還有string的陣列 叫parameter name 可是不需要了 我們已經把一些parameter 我們以為過往 其實這樣 過往就是人際見面 一個textbox 一個textbox 需要配一個label 那很多東西同樣去拿 那我們現在採取這個 我們人際見面採取這個 你不需要 真的universe四個東西 拉一個四個label fagicet 兩個 也不要說拉兩個的 那轉一個又要拉三個 哇那太麻煩了 我們就一開始就 by default 初始化對不對 好那要怎麼辦 可是呢 我今天抓一個高線進來 可是我就希望讓它秀出來 讓人家改變center 改變parameter0 改變parameter1 對不對 好 那一與一兼之 那個parameter name 跟那個parameter0的值 我們就是一個parameter 在這個地方 讓使用者通過這個界面來改 好 所以再回來 所以 回到這個高線 fine set 沒錯 它入兩個出來 我確實有一個parameter0 是set的我已經寫進來 parameter1 是set的 已經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看得辦 記得parameter是繼承式父親 現在是potentative 我直接可以拿它來看 但是在這邊 我們在高線發線做什麼 p 好 做一個註解 好 parameter出場 剛才在fine set定義這個title對不對 可是呢 高線有一個center 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triangular left peak right 每一個各有它自己的 定義它自己值類別的那邊 好 我就public 學生喔 注意看喔 public 那double 大寫它 center 好 馬上一個大括號 你知道 它不是一個data 不是一個data喔 也不是一個function喔 get set 欸 center get 對方要拿我的center 我這個藏在哪裡啊 return 要給它 你聽什麼 懂嗎 哇 還要很辛苦 還有parameter name 哇 那現在竟然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透過property grid 讓使用者修改 欸 我就把它包成一個property啊 所以這個property 沒有data喔 沒有一個小寫的center 沒有 沒有一個小寫的center喔 那這個data是放在parameter 第0個裡面 所以parameter第0個 是我真的有的data 動態命出來 但是呢 是綁著這個property 秀給外面做人機介面 好 那set center呢 最好你去做把關 假如說你要把關 你把關 就要求sender一定要什麼 在那個universe的 左邊跟上面中間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假如說我沒有設法 我就set的就是parameter 0 你看喔 直接設成value 我現在沒有把關喔 你要思考 最重要就是要set的 不一定要把關 那還有哪個property copy 比較快 但是會吞水 好 那我稱呼一下 對不起 STD 好不好 不是很好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retend 1 retend 1 retend 1 那standard deviation 其實要把關 你如果說 你再跟你講 standard deviation 是負1 看起來就不上當 對不對 好 我這邊就把關 如果說 if value 那個 不用retend 那個value 大於0 我才做這種事情 不然我就不做 value要大於0 我才有算value進來 把關啦 一定要做把關 這兩個property 所以你看 概念什麼 我設計一個子類別 繼承式父親 繼承式父親 但是呢 我自己new兩個 我probably設在那裡 讓我們看一下 所以說換程式的執行 new universe 真的它 選了高顯 create高顯 好 讓它執行完 讓它run完 很棒 很棒 你看 所以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法基設 5 真的5 snow deviation 1 那title在這個地方 title部分老是 就滿很容易去設法 去務況 能不能把它解決 snow deviation 如果設成2 enter下去 或者把油版品在那邊ok 我能不能 我打算改成 戶9 油版1看 你待會兒 就不會接受 所以把關 它是透過probably把關 所以在這個地方最重要 把它probably化 一個用途是 人際結論非常精簡 我需不需要一個label 我需要一個textbox 你那個高顯就需要兩個label 兩個textbox 不用 我們都把它 透過這種probably 寫在probably query 這是最漂亮 最高端的作法 這是我們需要 那個善用 appreciate appreciate 就需要它這個新的language 它就把這些東西用 透過這種get set 透過probably 也結合了人際結論的用途 非常非常friendly 多多方式來處理 好 那 目前 大概這樣 所以回去老師可能會再 拍後面的video 就是 跟那個 我們要怎麼辦呢 這個概念是說 我們還要完成什麼 完成charting 在charting的這部分 這部分稍微都ok囉 再來這部分的東西 我們要把這些 雖然不是很好 微信導向方式不是好 可是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要再用 那個單列 framework 的環境 我們善用chart的 來秀我們 不放棄set 跟那個 將來不放棄錄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跟這個chart 已經綁死了 所以我們進一步要做什麼 接下來 東京老師會跟大家 再講說 我們的universe 就綁一個 叫做chart area chart area 是綁在universe上頭 然後呢 這個sirius sirius sirius就是一個 有一個sirius 就是在高血裡面 我們要把這個sirius 塞到這個高血裡面去 chart area 塞到這個universe上去 將來我們chart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的universe 加到我們這邊 我們就可以完成它 稍後一下 我很快的 先把這部分程式做一下 細節 老師會再把video拍完 告訴大家 這意思是什麼 初步 先給他修給他 就universe 好 沒錯 在universe來看一下 這些做法對打 再來要板一個什麼東西 打完chart area 他不認識 為什麼 因為chart area 目前這個類別 他不在這個usis裡面 毛毛蟲出現了 不要講 chart area 好 不認識 最主要的是什麼 這也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目前你的專案 老師都沒有拉任何chart進來 所以注意看一下參考 參考這個地方就是哪一些namespace 目前使用到 你去看一下 System Windows Phone 人機介面 Windows Phone 那只有data 好 那你看有差別上面 去看一下 如果說 manphone裡頭 我們再回來佈置一下 我們的人機介面 我們其實在下面 layout部分 你要自己去lay 我們拖拉一個chart的鍵 當我拖拉一個chart的鍵 當我拖拉一個chart的鍵 之後 你會看到 那個是跟data有關 拖拉一個chart的鍵 注意看這邊 注意看這邊 拖拉一個chart的鍵 多了什麼 多了Windows Phone Data Visualization 也就是說chart的 相關通 seriousness 都其實在 Data Visualization 這個namespace下 進 varies 我們再回來 沉試這個地方 那我剛才 Unibose這個地方 好 好 這時候chart area 誒 你看 這個協助按鈕 它已經知道 Using System Windows Form Data Visualization chart點 沒錯 它幫寫這張設置 也就是说需要纳入这个东西 那我需要一个chart area 称为叫the area 就这样而已 the area 那一个universe产生 一个universe产生 universe产生在这边 一个universe产生 consulted在这个地方 产生之后 这个chart area就new出来 the area chart area就new出来 那它有两个new法 第一个是说有没有名称 那我们的名称就直接用title 我们直接用title 好所以记得 这个universe 这样new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说这个chart area 要加到chart里面 它才会出来 它才会出现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稍微做个变更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写的universe跟 finite 其实跟graphics display都其实相关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死 就是说universe里面 它会产生另一个chart area出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chart area 直接塞到一个chart里面 有visual display 所以老师回去再拍video 就是会跟visual display相关的 所以我们进一步把universe的这个建构团字 里面提供一个叫chart chart 我们称为叫mainchart 那我另外一个chart area出来 mainchart的chart area 它是一个collection 是一个集合 就add的area 好 所以我做一个变更 也就是universe里面 你要不叫它产生enreign 你要准备一个chart准备好 因为universe会产生一个chart area area就要加到你的那个清单里面去 概念是这样 那么诊字 那它执行一定就错了 因为我们刚刚用的这个universe 没有这样好 所以不要紧 compiler过程里面说 一定要火 要回答它 要除错 除错过程里头 当你有错的时候 回到下面清单来看 第一行错 先处理 第一行先处理 double click 比如说 协助你拿这个地方 the universe 所以需要准备一个chart 好 那我chart 我名字叫chart1 我改一下名称 这个叫chart1 你用chart1也可以 因为大概只有 我们就掉那个 不过还是改一下名称 这个是mainchart好了 我称为叫mainchart 好 所以程式错在这行 universe要产生的时候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我就给它mainchart 好 差别在哪边 new universe 你看不到 看不到很可惜 在new的chart 你看不到 变更好 好吧 我那个new完chart之后 我会在universe这个地方 universe这个地方 universe这个地方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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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配color 我给它说一个配color 他是一个选项啊 他是一个enew的选项 配color 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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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确定它有了 也变加进来 universe 都是pink 就pink 一个出来 注意 这个叫chart area 那上面已经有一个chart area 因为白底后 那个chart进来 就有一个白底后 我如果再压两个 两个出来 再压一个三个出来 他其实不够的话 他就排对称 你知道大概是 最为四五个去chart area 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它绑成这样 那将来这个东西呢 就会有一个chart area 会加一个fine 下一步就会把它加到这个地方 所以chart area这个地方 玩玩看 再来 下一次跟display相关 所以跟这个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剩下来你会做的 跟这个不同 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有很多的东西 我再提醒大家 去玩玩看 主要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chart area 在这地方 chart area 目前已经有一个 我们把它清除掉 就ok 有一个chart area 是一个collection 然后呢 你知道 他将来所有人 曲线的线条 都是rump some 在这个series里面 那series的人 要放在哪一个chart area 要抓到他的名字 所以chart area的名字 这些人不能不同 不能相同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回去 我会把团圆片整理一下 再给大家过上去 那剩下的波 你可能还要再 我会把它补全 至少我们要做到 在上头加东西 ok 那至于其他那个tidal东西 麻烦你要自己exercise 然后解决一下 那你的任务要做什么 现在hite set 这个波已经 章节已经结束了 所以 这几个 at least那几个 trapezoidal triangual 还有那个lamp right 然后高斜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斜线 左边过来 右边过去的 有一些发际线 他的pi 还有s 有一些发际线 是定义在教课书的作业里面 所以希望你们都要试做它 那当然要秀曲线呢 可能就是在todipane里会在难道 所以我们将来一个只类别 就是不爱乎这些 不爱乎去除药 那再来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 跟这个function有关 跟那个fuzzy set 因为我们要画土 对不对 我们希望把土塞进来 这个fuzzy set里面 所以将来的动作 就会在上头 大家共同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吸引率 只会加到fuzzy set里面 然后呢 他有display的需求 就直接在上头 update就可以了 好 那大概是下个阶段的通知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后复一些时间 好